英文是一条长久的学习之路 新的一年开始了 观众朋友想不想知道 要如何才能够把英文学好呢 今天我们来到已经成立40年的 刘老师的英文机构 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什么是正确的方式把英文学好吧 走进宽敞明亮的大厅 老师们亲切的个别指导的学生 刘老师40年来的经验 传授给最优秀的教学团队 课堂中所有的文法重点 被单字的诀窍 都是刘老师40年来 一点一滴所累积 打造的金字招牌 那今年是我们老师成立机构 已经40周年了 那今年是大年初一 是请老师跟观众朋友 先打个招呼 Ladies and gentlemen Happy New Year 那今天很高兴请到刘老师 来跟我们观众朋友 在大年初一 分享一些英文教学上的一个经验 那背后说老师对于一个英文学习 比如说教学上的一些老师啊 想要进入我们的教学领域 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吗 就是Follow the best 跟着最好的学 那你自己没有经验 你去听听看哪个人比你好 你跟他学 那选择最好的书 你看懂的书你去学 就可以了 设定好的目标 目标一定要明确 You must have a goal It must be clear cut 那个clear cut 就是明明确确 切得很干净 表示你的目标一定要明确 我要当英文老师 我就要设定目标当英文老师 那一定要明确 而且坚定不移 我朝着目标前进 你就会成功 从刘老师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 一定要坚持做同一件事才会成功 不可以半途而非 英文学习也是一样的 从国小国中高中成人各个阶段 学习的重点也都是不一样的哦 我们来听听刘老师的建议 新年新希望相信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也会觉得说新的一年 希望可以把英文学好 那我们是不是请刘老师 可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一些对于英文学习上的建议 学英文其实很简单 对小孩来说 我们不要强迫他 让他不能兴趣 事实上国小的学生来说 他英文不要学 但是爸妈妈学 姐姐哥哥都在学 他自然跟着学了 现在学英文方法非常简单 不像以前学文法 那我们现在学英文 因为发明了一口心语 只要背就行了 所以就是一口心语 一口心语 意思说九句 比如说我看到Niko 我说great to see you so good to see you what's going on 一口一口一口一讲到九句 你的英文就自然流利了 你只要把这个一口一九句 背到变成直觉 那众生不会忘记 你的英文就很好 那所以我们一个目标 学英文不要花很长的时间 只要变成兴趣 很快乐 那那个就可以了 那新年新希望 设定个目标 一年之内把英文学好 目标一定要明确 把英文学好的目标 对成人来说 你要考上多艺 就是英文的目标 对小孩来说 会讲话 会演讲 就是得到演讲比赛冠军 就是英文的目标 要学好英文 除了循序渐进 打好基础外 师资的选择 上课的品质更是重要 刘老师每周一次 与教学团队做师资研讨 确保每位学生 西州的重点 连黑板书写 都有他的坚持 那是不是请刘老师 就是说 主张您对于 在师资培训上的一个 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那我们知道 刘老师的机构 学生都有说 对于黑板的板书方面 都会有一个 非常严格的规定 那这部分 可以请刘老师 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老师在教学的 一个板书的特色 那黑板呢 学生看的黑板是一个美 那当然学生 吓得开不舍得擦黑板 这个上课是一种艺术 老师一上来 学生就看得老师很漂亮 这样黑板 黑板很干净 老师写的字呢 像一幅画一样 在上面 学生下课舍不得擦 那整个都是个美 但是我们要求速度要快 在最短时间 教最多东西 所以我们老师 一定要严格的训练 那现在还好 我们有很多好的老师 很厉害 除了在师资教学上的 要求以外 对于上课 所有使用的教材与讲义 有老师也都非常重视 它的品质与正确性 看到文法宝殿中 简单明了的剧情分析 版面美观让同学一看就懂 刘老师说 同学只要看了第一篇的 文法概论后 就可以知道整个文法的轮廓了 文法如果学得不完全 或是理解错误的文法 是很难改变和纠正的 教学经验的长篇累积 才能编译出真正的好书 刘老师团队所编译的各式书籍 为欣欣学子在英语学习上 提供了两方妙计 让广大的考生们 有绝佳的书籍资源作为后盾 将英语学习融入生活 确实吸收提升自我的能力 祝大家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